还在纠结皮卡丘有毛无毛 童年动画早就实锤 皮卡丘下巴说明一切 作为童年的经典动画精灵宝可梦可谓是80后90后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而有关于精灵宝可梦中皮卡丘身上到底有没有此问题 一直都是比较有趣的话题 每当谈起此话题网友们就各说风云 还在纠结皮卡丘有毛无毛 童年动画距离早就给大家实锤了 皮卡丘的下巴说明一切 实际上根本就不用再去纠结皮卡丘到底是有毛还是无毛 因为在动画中早就被石锤过了 大家想想皮卡丘多次掉入水里 也曾和小智一起在水里冲过梁 上岸的皮卡丘我们能看得很清楚 就像宠物狗一样 会知道自己甩水 能看到是有毛发的 而皮卡丘的下巴就可以说明一起 在动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小智和皮卡丘 开心的互动的镜头 小智总是喜欢用手去挠皮卡丘的下巴 我们也能看到有毛发的褶皱